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講一下地盤的開紅線 和基準水平 例如建樓來講 不是說要建多高就多高 可能在規劃那裡已經限制你 那座樓可以建多高 可能要和後面九龍的山脈線 建不了那麼高 或者是以前有啟德機場 還未搬的時候 有一些航空的限制限制了高度 那高度就不是說 就這樣計算你地面上去建幾多層 它就不是這樣計算 它們計算有一個叫Hong Kong Principle Datum 有一個叫香港基準水平 在那裡計算幾多米 就是這樣去做 那香港基準水平是怎樣來的呢 香港基準水平就是講 1866年有個英國皇家海軍測量船 叫利福文號Riffelman 在香港做陷冊 它就用了維多利亞港最低潮的水位 在平均水面之下 1.23米 就是做一個基準 那它們為了要去做一個 Benchmark 這個一個點的時候 它就打了這個口釘 就是由那個 這個基準 上去5.43米 即是17尺多 就找了這個口釘 做這個基準 所以以後那些高度 就要用這個口釘 帶上來 即是這個加5.43米 跟著再高一點的 一口釘這樣去 逐步逐步帶出來 就是用這個來做一個水平的高度 這個就是講起樓的高度 另外一個就是要計算 就是計算那個 我們叫做開紅線 開紅線就是 即是說你那個地盤 譬如假設四四方方 那四隻角 是在東京幾多度 南偉 北偉幾多度 就定了一個東西 我們一會兒就看鏡 就看一些叫做theodolite 就去看那個 條線 就把整個地盤開出來 我整個做法就不記得 我只知道 今時今日已經不是用這個叫theodolite 去做 他們自己有一些自動的計算 的儀器 就可以開到那個地盤的紅線 就不用像以前那樣 就要用計數 左抹右抹這樣 這些已經不是那個時代 那另外 現在就更加精準 就可以是用衛星定位 根據那個先後次序 就是推出的先後次序 最早就是美國那個 就叫做GPS 現在大家我們手機都用著 就叫做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這個就是全球定位系統 其實科技除了美國發達之外 就是講的是蘇聯 蘇聯的那個就叫做Glonus 就是GLO 就叫做全球衛星導航系統 這個是蘇聯的 第三個有的時候 就是叫做加利略 就是GAL 這個是歐洲那邊的衛星系統 第四個就是北斗 就是中國的 為什麼這麼多的地方 要有自己的衛星系統 因為其實關乎就是打仗 如果你沒有一個衛星系統精準的時候 就算你放一些導彈去別人那裡 如果你不是他那個國家體系的時候 他不讓你用的時候 根本就是射不准的 所以每一個國家都要發射自己的人 做衛星上去 跟著就是 有些就是軍事用 有些就把它轉來民用 就是來做定位系統 尤其是現在手機這麼流行 就是要來做定位系統 北斗 因為他們的衛星射得比較多 其實每一個定位 就是起碼要四顆至六顆的衛星 才可以定得到位在哪裏 那北斗衛星現在的準確度 是比GPS更加精準 沒有那麼多錯誤的 那這個就是現在發展下來的事情 那以後就應該大家去打仗的時候 那個衛星系統 是會佔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一環 因為你的衛星不准 或者衛星系統被人干擾到的時候 你打仗就很難會贏 今天想講的起樓和衛星系統 就到這裏了 有甚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